中国唐山市烧烤店发生打人事件扣 网络上也掀起举报黑势力的浪潮 其中大部分的举报内容都与中国公安或政府官员涉黑有关 其中一段在15日发布的影片更是直指公安分局局长 涉嫌包庇右肩少女的受惠案件 但是只有两名犯罪人员落网 据了解公安分局局长被指控涉黑的案例还不止发生在古制区 包括丰南区分局长涉嫌为诈骗集团充当保护伞 以及陆北公安分局副局长被控收贿等 涉及的范围之广也令人瞠目结舌 事实上在烧烤店发生暴力事件后 当地公安为了展现扫黑的决心 不仅举行适事大会跟增设窗口和举报电话 结果第一天电话就被打爆 公安局门口甚至挤满民众 人潮一路从分局排到大马路上 有民众向媒体表示排队排了四个小时 却连大门都挤不进去 险见唐山治安败会与官商勾结的问题存在已久 而这样的现象也引来不少中国网友嘲讽 有人指出唐山有没有黑社会 公安怎么可能不清楚 也有人表示唐山事件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网路上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 但中共似乎已经开始 抄抄扎大控制舆论的力道 进入微博开始巡查 与唐山打人事件有关的言论 九千多个账号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包括遭到禁言以及账号被关闭等 资深媒体人分析 先方后收是中共一贯的手法 需要民意时就开放 控制局面扣就收缩 时事评论员则指出 当社会焦点被转移到官方认为 可以发现的对象身上后 接下来恐怕会进行一场 人事清醒 记者黄信雅整理报道